前例股可以留意一下可以自家 可以自家一来 刚才也说到 就发表了一个意见 就是促进消费 其中促进消费是哪些消费呢 其中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 加上加电 还有绿色智能加电 准确地说 绿色智能加电下香 所以对加电股可能 气氛会有利 而且他这个意见有利之外 你见到他本身的走势 是考异大事的 这段时间 大家刚刚看过恒生指数 他这个建议高位是反复下的 一个下降通道 但是智能可以自家怎样呢 反复向上的 形成上升轨的 甚至画个上升通道还可以 画得不太漂亮就算了 没时间画得更漂亮 应该是会贴着这条线 这条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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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得更適合的 所以画错了 以前已經有一個向上趨勢 所以是值得衝頂一下 相信有潛力 特別是24元左右 這些位置才吸納 更加棒 因為現在看到 它一直的趨勢是上、下、下、上、下 如果是上、下、下 現在上了已經下了 現在下了 很有可能,我經常說的 很有可能考驗或逼近前浪底支持 前浪底支持是24元左右 所以可以在這些位置附近敲一敲 把紙舌放好就可以了 然後繼續反覆向上 這就是今天的潛力股 可以自家了 讓大家參考一下